好,这里是一把锁 我不知道这叫什么锁 我们拆开 这个锁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 有时候会扣上小锁的话 就外面永远打不开了 我拆开之后发现它其实是可以更改设计的 这样子是外面永远都打不开的 但是里面还是有机会打开,你看 里面就总是能打开 外面是总是永远打不开 但是把小锁换到这个状态的话 就变成只要里面打开过,外面就能打开 你看,好,能打开 外面能打开 扣上 外面能打开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永远不要搞成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的话 永远只有里面能打开 外面永远打不开了 所以避免 这个门把手是装在我们卫生间的门上面的 上次不知道谁把它调成这种状态了 就造成有时候门被反锁永远打不开了 所以我们只要改一下一个东西 把这个金属槽放到这个槽里面来 所以这把锁 它虽然是一把古董锁 都是已经预留了这个设计的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把它改到这边来的 等一下 弹出来 这里一个扣子扣住它 不让它推出来的 把它取出来 然后选择这个槽进来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咯 然后 油就不会被反锁永远都无法从外面打开了 好 再扣上这个 所以这个世界是很巧妙的 这样的 这样子永远不会被锁到这个小锁了 永远不会犯这个人为的错误了 你看 现在外面打不开 好 好 我这里面打开一次 好弹出去了 弹出去了 弹出去了 甚至这弹出去了 所以 外面也能打开了 再扣上 再扣上 外面打不开了 再打开一次 里面打开一次 好 外面人打开了 这样子就上完厕所 上厕所的人扣住 好 外面进不来 上厕所的人出去 打开门 好 解锁了 外面都能打进来了 好 虽然这个我们有外面的钥匙 这个钥匙也用不着了 所以就变成厕所门是很好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条槽是厕所门设计 这条槽应该是平常用的吧 卧室门可能就扣上 外面有钥匙也打不开 这样子锁住 锁不过来了 假设锁到这里来的话 外面的人是有钥匙也打不开的 所以这个锁的设计还是蛮 蛮精妙的 我是佐拉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 今天их吃饭 我们下期见 旁钥匙ificació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